为了感谢老师们无私的奉献 新竹市政府在教师节的前夕举办了表扬大会 总共有431位优秀的老师 从新竹市代理市长陈章贤的手中 写下了代表荣誉的奖杯跟奖状 陈章贤指出在新竹市当老师不容易 尤其又要扮演翻转学生命运的贵人 特别要恭喜所有获奖的老师 他们的付出值得肯定 所以在新竹当老师是很辛苦的一件工作 不过当老师虽然辛苦 却是推动这个社会进步的最核心的力量 那对孩子来说 老师不只是一个榜样 更可能是翻转人生的一个贵人 那恭喜所有得奖的老师 教学这条路虽然很辛苦 但我相信有一天泪水都会化为美丽的珍珠 那下个礼拜就教师节了 在此预祝各位老师教师节快乐 东元国小弦乐团的团员们 用一首名为奉献的曲子 希望把心中的感恩告诉老师 很多老师不只在学业上关心孩子 甚至也关心孩子的家庭 今年获得师夺奖的预贤国中主任 林燕瑜就是一个这么温暖 关心孩子的老师 一种很感恩的心情 因为一路在教育之路走来呢 是我们学校的校长 疏问校长一路的提息跟鼓励 那这次获奖呢 我觉得最感动的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在这五年当中 我们办了一个活动叫学姐有约 那这个活动其实是针对 比较弱势的孩子 然后我带领着她 跟我们一个毕业的大学姐一起聚餐 那透过聚餐活动 以及一些体验活动 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孩子 他们所欠缺的 然后我们就给予一些帮助 那比如说有一个孩子呢 他就是每次出席的时候 他穿的衣服 就是不是穿学校运动服 就是穿一个破掉的羽绒衣 我印象很深刻 那个羽绒衣破掉还用胶带贴着 那我们就发现他的家庭有些状况 后来呢我们就是帮忙募集一些资源 然后我们就帮助他在生活上 获得比较稳定的生活 为了参加一年一度的教师节表扬大会 所有荣获表扬的老师们 都盛装打扮隆重的出席表扬大会 但结束之后还是要赶快回到学校 继续扮演学生人生中的那一盏明灯 记者林彦斌新竹采访报道